全国养牛的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吉林养牛胡哥 最近好多新手养牛的朋友和咱家粉丝问胡哥 说咱们给牛肚接生应该注意什么,都有什么技巧 今天分享给大家,建议大家双击收藏,以后你能找到我 牛肚出生第一件事,马上用咱的手扣牛肚嘴 把牛肚嘴给粘液扣干净 避免吸收肺中,导致油温肺炎,导致牛肚喘 第二点呢,给牛肚断脐带 在距离腹部46厘米处,用消毒的绳子扎紧 再打结,再打结下方两厘米,减断 之后用点酒消毒,一天消两面毒,连消七天 避免发炎干扰,导致起带炎 第三,让大母牛舔死牛肚身体粘液 牛肚身体粘液,有一种激素能促进胎积排出 大母牛不舔,你可以把牛肚身体粘液扣皮都可以 第四,牛肚出生半小时之内一定要吃上粗乳 因为粗乳中含有叫做抗体 可以增强牛肚对疾病的抵抗